下半場歌曲,一首叫做《雲夢會漢王》 故事是取材著我們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黃昭君 黃昭君被無言壽的支筆一改動之下,將他下半生都改寫了 但我們今日這個故事是叫做《雲夢會漢王》 顧名思義是發夢的,在夢境裏面發生的 黃昭君出賽之後,一直都很掛念漢王,也很思念著他家鄉的父母 但是不知何解,他最終選擇了跳崖自盡,文傳,傳聞,傳說 更加是逆水流斯,回到故國 到底黃昭君有些甚麼要向漢王傾訴呢? 有些甚麼要向漢王說呢? 我們今天請來的兩位嘉賓,楊凱凡先生 楊凱凡先生是一位粵劇老觀,也是粵劇的導師 飾演黃昭君的這位龜獸唱家,黃玉葉小姐 由於黃小姐這兩天是不幸運了,真的剛剛病了 但是他為了體育精神,他都要出來和各位嘉賓交代見面 今天同時另外我們很榮幸,邀請了一位客席的音樂領導 是這位蔣志超先生,來為我們拍和 但是蔣志超先生他說稍後再出場 我們現在有請楊凱凡先生和黃玉葉小姐的一曲《雲夢貝漢王》 有請兩位 《雲夢貝漢王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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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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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